今天带来松田居南的杨岩 这把小刀也是一个小尺寸的小劲刀 这把刀和其他刀最大不同 就是它整把刀非常的简单简约 手柄采用了一个平面的加工 居南很少有平面的加工手柄 它一般都在纸槽 这把刀就会比较 所以这把刀看起来非常的简约简单 握持起来就没有那么多的坑坑洼洼的地方了 这个根据 这个根据个人不同的喜好来选择了 我个人比较喜欢选择那种表面带有花纹的 当然也有朋友不喜欢 这个就看个人的喜好了 整把刀作为一个户外的实用小刀来说 该有的都有 尤其是它这个青根的设计特别的实用 因为你在户外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当然需要打磨 对吧 我们每次打磨都会往下走一点 每次打磨往下走一点 它有了这个青根之后 这把刀用上十年都没有问题 整个刀人都可以一直打磨下去 非常的经典的橘南花纹 看起来典雅大方 而且还带有日式的烧刃纹理波浪纹 这把刀你可以看到 整个刃圆做的多么的锋利 反光的程度 别看这个刀尺寸小 一体龙骨绝对够用 别看这把刀尺寸小 一体龙骨绝对是强壮结实又稳定 我们可以用被敲的方式 来切割大型的木头 简单简约还原了一把刀的本质 一把刀就是要这么简单 一把刀就是不应该 一把实用的刀 尽量还是说少有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好用 好握持 方便才是最重要的 这只的尺寸大概在172毫米左右 非常的和谐和规 这只的重量大概在82克 它的厚度在3毫米左右 这把小刀真的是越看越来看 非常精神 没有任何天 没有任何化蛇添足的 没有任何化蛇添足的地方 全手工的K效 锁定稳定 好了兄弟们 关注我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更新的优质刀圈内容